音乐 师傅好余教师傅 我们与生俱来奥曼基督台 那既然是与生俱来 怎么会有时候显现的时候 我说自己却不自知 好 请坐 这个自知不自知跟与生俱来没有关系 那因为他是一个习气嘛 所以你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 你也不自知啊 对不对 所以之所以他会不自知 就是因为他根深底部到一个不行 就是你们讲的用白话讲叫习惯 习惯到自然的 所以这一个自然的运作你都不讲大脑你就在运作 所以你不讲大脑当然就不自知了 可以明白吗 所以这件事情就很恐怖啊 如果你随时知道你随时可以去对峙他 那他习惯到你自然到你都不自知 比如说我们痛 一般人说痛就叫出来 你也不自知啊 你也不是痛被人家打到痛 然后等一下我先了解一下有疼吗 我会有疼才会有疼 你不会有这一段时差 你一痛马上就叫了 这个就是一种习气啊 对不对 你们这个世代教育有教痛就要叫吗 没有 对啊你痛就叫了 对啊 你叫你会说知道那个痛再来叫吗 那你的意识不会有这个 可是你生命知道 你的生命知道 可是不代表你的意识程 你会发觉它 所以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生命状态 通通是这样 你们的脑子容易忘 可是你们的生命不容易忘 也说如果以你们现在生出来到现在这个身体 我们讲 假借它来讲 你所有的细胞的记忆都非常强的 而这种记忆 它会带着生生世世的记忆 带着生世世的记忆 然后这种东西在你们来讲就叫一种基因 那你们生命的就是说遗传啊什么等等 讲的那个基因 可是不是只有从你爸爸妈妈那边遗传下来的 有违物质的这个状态 其实那个也是假借 你这个生命体来到这个人之间 假借这个所谓的南京灵血结合的产生 这些有违形式的蜕变 假借这个人来承载你这个生命 所以套完基督谈语通通是在这个这面体系里面的事情 所以你当然不会知道啊 可是你经过学习之后你就知道了 那经过学习是什么意思 被提醒嘛 提醒啊你会这样哦 那再者说我们现在讲的又有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说这些是名词 这些是名词 名词是沟通用 所以你们常常会发现不只是这三个 你们常常在生活当中 常常会做了某一些事情 然后当人家跟你讲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说我不知道 你就一个我不知道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你的不知道有很多层面 你可能是在于 你不是用他对方那种延迟在理解这件事情 也就是你们沟通的用词上是有落差的 所以你会不知道啊 经过一番解释一番沟通 之后你说哦原来我是这样 对不对 啊这样是怎样 这样就是他形容的名词的那样 所以于这些名词的抽离的状态底下 那个诗词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傲慢嫉妒贪欲这六个字 也是个形容词 也是个形容词 可是你抽掉傲慢嫉妒贪欲 这六个字抽掉 这些文字名字像的概念抽掉 他诗词就是那样 那样是什么 那样你很难去沟通 所以 以我们学中文的就定位 那样叫傲慢 所以在这个层次又有深度的跟浅度的不一样 所以他的你说你自知不自知的这个程度也会不一样 经过提醒 又经过学习 你就会随时提起这个关照力 我有这个生命状态 所以我随时在生活当中 注意 我也不讲发现 因为他本来在 注意这件事情的发展 跟运作 也不讲产生 因为本来就有 他就发展跟运作 那我随时在注意 这个人就变成好像随时都知道自己的傲慢 就变成这样 因为他有关注 你们没关注的时候 你们也是这样子 好比说 你们的惯性 有时候 你们一个人回到家里 一整天忙碗累了回到家里 一回到家你就会跑到一个 假设你家有好几张沙发 你就会坐在一个沙发 某一个位置 你平日你不会发觉 可是经人家一提醒 或者是你经过学习之后 你知道要随时提起 所谓的关注力的时候 你会检测自己的行为的 那个状态 之后你会发现 诶怎么我每次只要回家 我都会坐在同一个位置上 习惯都坐在同一个位置上 这么多沙发 我就是老是会习惯坐在同一个位置上 那个叫做习期 关心 可是当我们没有 刚刚前面我讲的那样 有人提醒我 或者是我 我学了之后 产生对我的行为 要去提升敏锐关照度的时候 我每次回来都坐那一张 我都不知道 我就是我知道回来 就坐在那里回来 然后只要没人问我 或没人提醒我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坐在那里 对不对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 为什么我们的傲慢基督贪欲我们不支持 对啊 是这个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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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